俗話說蕃茄紅了 醫生的臉就綠了 可見蕃茄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食材 主廚現在用大量的蕃茄 來幫我們降血壓 對 我們來做一個佛羅倫斯的 蕃茄麵包粥 義大利人的粥 義大利人的粥 其實這有一點點是 義大利媽媽在清冰箱的概念 你越來越西化 越來越西化 真的是清冰箱 就是把一些不要吃的東西 都倒出來弄一弄就對了 也不是不要吃 就是歐式麵包裡面沒有糖 沒有鹽 它是因為很容易老化 所以它很容易就乾乾的 沒錯 我們來處理它 這邊我們先下鮭魚 鮭魚直接把它煎熟 乾煎就可以了 不是忘了倒油 沒有 鮭魚的油太多了 好 這邊給它一點點的鹽巴調味 現在就撒鹽巴 對 現在撒鹽巴 因為這有點像是 小鮭魚排的感覺 好 再來這邊我們用一點點 橄欖油 這個就要爆香了 我要爆香 這個薑魚絲會比較喜歡一點 有爆香的 蒜頭 對 大量的蒜頭 然後洋蔥 這樣才有家鄉的味道 好 對 就把它爆香 這一道料理其實在他們那種 真的是清冰箱概念 就是麵包很硬 它怎麼處理 它就做一個番茄醬汁 來把它軟化 可是這個在我們台灣人 它沒有辦法吃一整碗 所以我覺得它很適合拿來當配菜 配菜 當配菜 所以可以做一點點 然後大家分著一點點配菜 小小的一撮 非常好吃 這邊番茄 新鮮的 牛番茄 把它下鍋 你是用大番茄 對 大番茄 下鍋炒 然後把它炒香之後 這邊我會再準備一點點的 雞湯 然後番茄汁 番茄汁 你看這是歐式麵包 它其實是很容易硬化的 會乾乾的 所以它不像我們講的那種 什麼湯種 沒有湯 對 沒有那麼軟 好 這邊我們給它 一點點的高湯 下一點點的高湯 我也給它揉一下 對 沒錯 然後再一點點的番茄汁 現在下去 又加番茄 又加番茄汁 OK 再稍微炒一下 讓它煮一下 煮一下 番茄的酸 跟有一個草腥味會降低 OK 球員怎麼開始在那裡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講過 番茄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第一個它是蔬菜之外 它其實也含有比較多的甲離子 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們要再降血壓這件事情 我們也要攝取比較多的甲離子 因為甲離子比較高的話 它會跟我們身體裡面的鈉 會互相解抗 甲多了 鈉就會被排掉 因為鈉會把水分留在體內 是主要造成我們高血壓的主因 所以第一個就是它會有 足量的甲離子 然後再來我們番茄裡面 有茄紅素 茄紅素它是一個比較好的 抗氧化劑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管壁 會比較有彈性 對 然後我現在看在那個 上面是不是還有那個九層塔 對 我覺得九層塔是一個 很棒的食材 因為第一個它很有 除了就是它香氣很香 所以其實大家滿喜歡吃的 可是大家就又很擔心一點 它是不是會 感光食物是會讓我們變黑 會散黑 我覺得很多女生會 可是我要這邊跟大家說 其實大家真的完全不用擔心 這樣的量 吃到我們身體裡面 其實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除非你是有光過敏體質的人 所以一般的人 基本上攝取這樣的量 是不會造成我們的皮膚變黑的 但是甲離子 像這個九層塔裡面 它的甲離子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可以提升我們的香氣 我們就可以減少一些 用含鈉量 用鹽巴 用味菌 或者是用一些雞湯塊等等的 所以其實用九層塔 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我本來看到九層塔 我以為妳要炸鹽酥雞 沒有 其實這邊瓊月 已經都講完了 像番茄它煮過它的酸鹹味 就比較低一點 對 跟九層塔 所以我們這邊調味 只要輕輕的調味 一點點就好了 對 這邊我有燙過的花椰菜 這時候也一起把它下鍋 燙過之後 你知道拌炒有肉 就可以了 對 這時候我們那種 隔夜的麵包有沒有 那種很難吃的 要下去了 你不知道怎麼辦的 本來要丟掉的麵包 對 這時候把它丟進來 它的湯汁也不能太多 你要稍微控制一下 讓它有沾到就可以了 不然會太軟了 對 沒錯 也不能太軟 太軟就真的是變粥了 糊化 其實他們義大利 是的確把它煮成糊化 可是我覺得那樣子不好吃 那樣有點像寶寶粥 稍微沾到一點汁就好了 對 沾到一點汁這樣剛好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鮭魚 其實這道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OK 那我們這道幫你 降血壓的料理就完成囉 推薦這道佛羅倫斯番茄麵包粥給您 豐富的番茄素 加上抗氧化的九層塔 香味 撲鼻 健康 美味 還幫你降血壓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去肯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煮詢 煮詢